心臟病在香港第二號殺手 每年平均有六千多人死於這個病 不過心臟病的起因 除了與生活習慣有關之外 亦可能與遺傳基因有關 就像上市公司YMG貿易行政總裁 陳族玲的兒子周祖榮 都是因為心臟基因突變而出死 最近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去看這五年裏 40歲以下年輕心臟撤死的情況 我們搜集了290個個案 當中有三分之一 都可能與心率不齊導致撤死有關 如果根據外國的經驗 其實有部份的病人 是可以透過基因測試 去找出當中的原因 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是由父母的精子和卵子合意食 每個人都有基因的普通 構成我們身體的發展和組織 所以在不少的病裏 與基因都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一般來說 基因測試 我們只需要抽取病 身上三毫升的血液 就可以做到基因測試 風險評估 40歲以下的年輕人 如果你曾經試過以下的情況 情緒激動 受驚或運動時分決 又或者運動時覺得胸口痛 或者胸口毅滿 此外如果有家族成員 在40歲之前死於不明原因 就應該盡快找醫生做 詳細的心臟檢查 我們計劃在不久的將來 會聯同衛生署的法醫部門合作 替40個年輕的心臟絕死病人 進行基因解剖的測試 亦都會跟他們直系親屬 進行一些臨床的檢查 從而去了解這個所謂 遺傳性的心律病 在香港的普遍性 和它遺傳的情況 跟陰郵寺講 放棉 公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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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